他的確有一定的能力 但是他在上場的空間其實不太大 領航員用成立換外加 應該說夢想家 用成立換外加第一輪的第四順位 換到了領航員 過去效力的吳家俊跟林耀忠 那這一筆交易呢 其實也造就了領航員在第一輪 必須要選三次 包含了第一號籤 第三號籤跟第四號籤 在現場要訪問到的是安哥 安哥 這一筆交易 我相信大家都相當的矚目 要請安哥來談一談這一筆運作 你心裡在打的算盤是什麼 邏輯是什麼 因為耀忠在我們這邊 他的確有一定的能力 但是他在上場的空間其實不太大 所以我在我的立場 我會希望說球員有更多的上場機會 那其實他在夢想家 我覺得他會有更好的表現 那相較於立換其實也是一樣 他在夢想家也是有一樣的 的這個上場時間 可能是體系上面的問題 但是他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球員 所以也希望在這個交易 可以讓兩隊的成績都可以更好 然後球員的表現也可以更佳 這樣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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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